《青酒神秘學》 歡迎大家收聽《青酒神秘學》 大家好 事隔了一個星期 隔了一個星期 你又去我們 我雖然沒有去外地 但其實我很想去外地 假設你台長不去日本 你會不會選擇另外一個地方 都有其他選擇 但這裏還未透露 原因很簡單 因為還未定到具體地點 可能是沖繩、新加坡、亞西亞 總之不會太遠 事實上不容易太遠 但現在有個很大的疑問 如果你今天有看新聞 是 太平洋地震 我看到 你在三個半小時之前 就出了一個post 是的 這件事本身 都值得在這裡提一提 雖然儘管這個 都未必跟我們的節目有關 在之前 大家上個星期 在印尼那邊已經發出一個地震警告 我覺得很奇怪 在印尼那裡 原來不是 然後火山爆發 他警告的時候 我懷疑跟南海海藏本身有關 日本也有 但那個不是太大 俄羅斯也有地震 沒錯 好像很大 我忘記是火山還是什麼 似乎現在的情況 令人有少少懷疑 是否整個地球出了問題 不是個別地方的問題 我綜合那幾個個案 我覺得他好像想 講一些訊息給大家聽 又令到大家可能 有少少那麼多擔心 但是為什麼以前 又沒有那麼多這些所謂的警告 或者預告 為什麼突然之間 從今年開始 會那麼多 還有會有一個這麼仔細的 奇怪的地方 就是政府本身 我們想不到他有什麼很具體的訊息 說我們發出一個這樣的警告 事實上你看他那個也挺空洞的 但是兩個政府也發出過 日本也發出過 印尼也發出過 所以我覺得事情稍有QK 另一個奇怪的地方 就是日本為什麼這陣子 台風那麼厲害 今天在我們現在做的應該是三個 是 上兩星期 如果台長今個星期真的去了 那你真是太敏褲了 你真是太敏褲了 不是啊 就是浪費了 你日日就是困在這裡 都不出去 出去就臨到19 都一定可以玩的 如果你說真的鑑數會出去 但是很無忍啊 很無忍啊 經常都遇到黑色的天氣 所以日本正如Lawrence提過 明年去不去這個大家節 今年都似乎令我有少許卻步 不知道那個狀況會怎樣 所以我也是溫馨提示一下 其實去哪裏旅行都會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在計劃出發之前 真的不妨找多些不同的治療 又盡量可以少少籌備一下 萬一遇到某些風險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樣做 例如手機沒有訊息 這個你講過 例如用不到電子師傅 例如用不到信用卡 如果在日本 我都覺得某程度上安心些 因為國民的質素平均來說 都是比較高些 未必下下會開天殺價 但譬如今次我去完一次馬來西亞 當然我沒有在當中遇過什麼大問題 但如果在那些地方遇到問題 可能分分鐘 如果那層車是一百元的 可能會夠膽開那五千一萬的 如果你沒有當地沒有帶舊的錢 那怎麼辦呢 這也是一個很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 你可以調轉這樣想 那些地方有錢解決問題 死人都可以 你可以樂觀看 但始終我覺得在外地 大家要小心財物 錢方面 現金是一個基本的保障 今天 因為去完馬來西亞 也有很多新的資料 一些趣聞和大家分享 不過未說之前 我有一個疑問問 你估計誰是下一任的日本首相 現在傳到熱控控 就是小泉兒子 小泉俊太郎 其實現在已經開始部署了 大家都當他是首席大熱門去看待他 但是不是他一定會選到呢 這都是未知之數 我覺得日本的政治都不難猜 不過由於血統的問題 他贏出的機會是真的看高幾線的 還有什麼人去挑戰 例如整件事都很簡單 就是自民黨都玩了 社會黨、共產黨、公民黨 那些連上都沒得上 你說民主國家 但長年以來都是一黨專政 你說得比較壞 其實都是差不多 試過社會黨上場 那個什麼 我忘了那個名字 就是兩堂眉白曬 兩堂眉白曬 但不是這十幾十年 都三十年 如果你說我讀書到現在 其實我沒有怎樣留意 是跟他們談開 你不要以為我們很民主 選來選去都是選那個黨 差在那個黨有多少人讓我們選 僅此而異 你可能更加極端 誰做人看美國人 美國人 很多人這樣說 但如果這樣說就好像很灰 都不灰的 我贊成的 但anyway 日本的政治 不知道大家的興趣大不大 事實上 如果你叫我講日本一周時事 講日本首相 誰選 我猜除非有一些很juicy 很爆炸性的事情 例如他跟誰的女演員 有個分外情 有一點可以說 我們看看台長 你之前有沒有說過 話說這個小泉進太郎 一直都是 你搞了政治 就是很多政治獻金 還有很多洗費 他們可以報銷 但這個人 我不知道是他的致力問題 還是他已經習慣了 他跟他的情婦去開訪 他的單是放在內部報銷的 好 這樣被人捉了出來 但他還是冷處理了他 是好幾年了 是女性 我們可以解釋一點點 如果你有看過 全裸監督那部電視劇 其中到尾有一個情節 就是那個小韻韻 一事無成 他做了一件事 他就叫國會議員 去開訪的時候 他跟著那個女兒去裝他彈弓 一進房去脫下衣服拍照 政治王腳雞 然後就要他 還可以打他 你說這些東西沒得拆呢 很簡單 你就找回那些社團去拆 整件事就是 社團和政界互相勾結 譬如做得議員或高官 第一件事 全裸監督那裡是說明收錢的 這個人被人告 他走去那個律政局 現在有大塊錢給他 你搞定他 他就說 我覺得這個情節在日本 應該是普遍情況來的 有些人會批評他 大家去問一下日本人 也不需要在電影上加一個情節 如果我覺得是假的 我相信是真的 不用相信是真的 你問一下日本那些 他爭作是明還是暗 去到明的時候 你給他錢 你跟著你家庭 這個我可以分享 我之前在節目講過 應該是一兩年前 就是我第一份回來 打第一間日本公司工 我所謂 學懂日文做的最難堪的事 就是去東莞的卡拉OK 去問媽媽生拿收據 你不是說這些你想拿收據 就是每一個人自己叫雞那些 你怎會去拿正式的收據 那他們可以報銷 那我就覺得 工費 原來我去學完日文 除了工作以外 就是做這些事情 當時我有點失望 原來我只是做這些事情 這些沒有辦法的人在江湖 你說打得那些工 尤其是日本公司工 沒錯 大家都不需要說太執著 那是人格的 因為日本人也是這樣 人 我們要理解這種生物 它是這樣的 但是這個是自然調節 你現在賺不到錢 這些東西就自然消失了 所以大家比較看清楚一點 但是你剛才說 譬如這樣的情況 我想可以這樣理解 就是他們本身都跟黑社會 沒有黑社會 什麼什麼做的 有相當緊密的聯繫 要拆就一定可以拆得到 到哪時候拆不成呢 就是後面有勢力要你下台 個個都收正義獻金 為什麼突然爆發出來 說這個收正義獻金 就是個個都收的 即是不收 根本沒可能做得到 所以三個環環緊構 大企業 財法 政客 黑社會 即是日本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是不是很灰呢 我覺得不是的 不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日本人仍然有一套做事的原則 黑社會有黑社會做事的原則 有他們的秩序 有秩序 大企業有他們的秩序 是吧 政壇有他們相應的秩序 譬如說他要找女人 這是人性來的 始終我們要坦白一點 你說美國沒有嗎 美國一樣有 差異有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 但是如果你說太離譜 離譜到說你有一間公司 借了一個等於 國家總國民生產總值的 多少百成 不是幾百成 多少倍 多少倍 OKOK 可以搞到連核素斯都落了一搭 日本不是發生這件事的 也有發生過 但是始終是輿論監督 會問責 我想最大的分別就是 日本手上的位置是 好像車輪轉一樣 跑馬燈一樣 其他國家不是的 他算做得太久了 最久是小泉純一樂 其次就是安梅俊三 因為他分了幾次 加上日數多 加上日數多 不過要看公積 例如小泉純一樂 其中一個公積 就是將日本郵政的銀行 賣了出來 私有化 這真的是國賊 是嗎 國賊 真的所有民知民國 以前我們去日本開戶口 除了開銀行戶口之外 我們也有一個習慣 就是去郵局開一個戶口 以前我記得 畢業妹那套戲說 打劫郵政局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奇怪 郵局有什麼 是很多錢多了你不相信的 因為日本人喜歡存錢 到現在還喜歡存錢 真的很奇怪 沒有錢都喜歡存錢 這個才是奇怪 現在興起了 現在興起了 因為近兩年股票升得厲害 所以很多年輕人都開始炒股票 不過很可惜 當你炒得進去的時候 就是別人去美水的時候 所以有很多人都輸了很多錢 這次又輸了很多錢 但日本人又沒有的 我覺得始終他們都是很能一能伸 跌下來再興起身 然後又再升上去 所以我對日本仍然是有信心的 OK 其他事情我們不說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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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日本仍然是有信心的 我們主要說些醜聞 好 我先搜集多些 買更多些八卦雜誌回顧的 民春 對 周凱民春 對 público 那些婦人公論 對 那些婦人公論是會較高格調一點的 狼的會帶你去哪裡買袋 買什麼美食沒有添加劑 他會多這些話題 樂器也有講的 我們今天就講講馬來西亞 這裡首先多謝Berley 原本他也有邀請我一齊過去 但由於我的節奏很密 台長多了節目 不太頂得順 公開講不太頂得順 今個星期會不會還有一周時事 有錄了 辛苦了 還有其他台以外的節目 又搞Disco Disco確定了 9月14日 大家聽到了 大家可以找台長的助手報名 92672622 不過要快 因為反應非常熱烈 因為你知我都不是那個年紀 很多聽眾跟我查訊 我真的不清楚 不過你想知道清楚不太簡單 像大家之前報名參加聚會 找助手就可以了 那些人可以問 去哪裏多少錢 那些人不用說 反正都不是貴的 很便宜的 馬來西亞 Berley幾年前 很久之前 也跟我們去過 也在這裏說明 Berley那次是聘請我去的 他會否請你這次 他不用說了 我們也不想他請 他帶我去 也有介紹一些東西給我 我感激他的 其實有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那些東西很好吃 是 那些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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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寬敞 那些房子 也有幾千尺 價錢相宜 以我們香港人的角度來說 我們會覺得有沒有搞錯 好像十年前東莞的房子 那些價錢 沒有的 他在那裏住 又根據那裏的水平 沒錯 他真的要去看地方 但是 這間房子這麼大 大家都要請一些工人 去幫你清潔 打理 甚至還有花園 淺草有不同的人 譬如有泳池 有泳池不同的人 有泳池 有泳池 譬如有花王 有泳池 好像以前我們看那些大戲 那些雨傘片 有花王 有管家 有清潔 有廚房 有廚房 所以 不是純粹樓價便宜的問題 本身你要處理 或者你花的錢 都不僅是那筆 但也是便宜的 也是便宜的 但我這裏幫我阿啤梨買廣告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不妨再問問阿啤梨 其實這次去完 我都覺得是有potential 可以再搞的 因為有些地方確實 有很多故事 有很多不同的背景 譬如我們去參觀一些華人發展博物館 就是在清朝的大概是末年 有很多人被賣豬仔 賣去南洋 對呀 由那時候開始 又怎樣成為一個種族 那種族原來當年很大的 做殺手 幫當地的土皇帝 去開地盤 這樣做一下做一下 又試過被人排華 又被人害過 但是中國人是很能捱的 亦的生命力很強的 始終都是肯做肯捱 變相來說 到現在 他們都累積了一定的財富 所以大部分的經濟 即支柱都在華人 這是很典型的 在東南亞的情況 無論是泰國 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 都大概是這樣的 因為華人本身 他第一件事 耍耐勤力一點 相對比當地人 當地人就是 因為營資跌下來已經可以吃了 不用做那麼多 所以一般來說 會比較休閒一點 第二件事 他理財能力很差 這是當地人發併的評論 就是說 今天我賺多少錢 都吃光了 今天夠用就多了 明天有 明天自然會有 華人在這方面 稍為比較保守一點 謹慎一點 喜歡坐下錢 積穀房機 坐下錢之後 喜歡做少許投資 於是發展了很多東西出來 所以差距越來越大 差距越來越大 但Anyway 馬來西亞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馬來西亞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你們主要都是西馬 西馬 吉隆坡 怡保 和富庸 東馬又是另一個世界 其實我想去東馬多些 因為多些古蹟 自然東西看 開場霸 你說了 今次有什麼神秘事件 其實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 雖然很期待 我們沒有看到UFO 或撞鬼 那些 不是 馬來西亞 跟東亞一樣 最重要是毛術 所以一定要說毛術 UFO 我又不相信沒有 但問題就是 那些不是東南亞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有沒有毛絲 有沒有降頭 有沒有愛情降 我們的導遊 Bandon先生 原來他 我不知道他很懂得做 他說他有看過節目 我竟然 他說他有看過我做節目 當然給你那個節目 他經常看 可能就是我 去客串的時候 他有看過我 我想跟你說很久了 你知不知道我們 馬來西亞最有名的是什麼 江頭 我過了一大餐 那些什麼 什麼雞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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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乾 豬肉乾 肉骨茶 這個真的很好吃 好吃嗎 如果你喜歡吃 你去拿了幾個塊去吃 真的很好吃 我沒吃過這麼好吃的肉乾 可能很多聽眾都聽過 不是味真香 味真香不夠好吃 阿秘說 他就說 其實我們是 武術是最有名的 武術 你有沒有遇過 你有沒有聽過 我說我看電影 或者看YouTube頻道 我都有聽過一些 但實際上我沒有遇過 他就跟我說 如果將來你有希望 介紹一些巫師 給你認識都可以的 我說不如這樣 將來我 我不知道能不能 如果將來我有個朋友 叫做台長 都很喜歡研究這些東西 如果他來旅遊 都可以介紹給你認識 其實你不要等將來 你應該在那個團裏 撇開所有原定的行情 跟他說我找巫師 因為整個團 只有我喜歡 只有我一個人喜歡這些東西 然後我問肥仔司機 肥仔司機 經常跟我傻笑 我又不 我懶得打擾他 因為那個導遊 會說廣東話 是兩三代之前 去了那些人 所以他們某程度上 懂得說話之餘 他也會 不多不少 都會了解當地的文化 尤其是他追求古靈精怪的東西 所以他們會覺得 他們這個地方 其他地方沒有的 就是他們那些特殊的毛術 他有沒有簡單地告訴你 這些特殊的毛術 有的 所以我就問他 因為我們神秘學 我們會有一個項目 叫做魔法 另一個項目 叫做未證實的生物 我就問他 我問飛頭鋼算什麼 他就跟我說 這個未必算是鋼頭 或者你不應該稱為鋼頭 他有個名字 不過他講完很多次 其實我都是不懂得讀的 因為那些是當地的畫 這是一個文化來的 Panaga 我讀都不好 一定應該是不對的 不過我也嘗試這樣 中文就叫做龐南加蘭 這個就好像大家理解飛頭鋼那樣 就是說去練這款法的人 或者用這個黑魔術的人 當他們去用這個法的時候 他們的頭 連一些內臟 就會飛出來 去他們的目的地 去吸那個人的血 或者去害那個人 所以有些傳說 就是當有些新的小朋友出生 或者一個孕婦 住在比較偏僻的地方的時候 他們會在屋的外面 做很多叉 因為他的頭飛過來的時候 還撐著腸肺 他就說是這樣的 很有機會 插出來的一支支浪三竹 就勾著他的腸 等於進不來 他們說這些是怪物 連這個怪物 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首先如果你去行動 你失敗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沒有命了 因為頭髮不到身 第二 他說肉身 每一次行動的時候 都要浸在醋裡 他沒有告訴我為什麼 我問到他 他也解答不了我 他說如果你聞到一個人 長期都有些好像醋 酸酸粟粟的味道 你就要很小心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很有機會 他是那些叫做黑魔法師 或者他是這個怪物的變種人 所以你一見到這些人有這樣的味道 可能你就要避開他 所以由這個我們切入了的話題 他斷斷續續的 因為大家不喜歡聽這些 所以在我每一個景點之間 可能都兩三個小時車程 有些是讓你去廁所吃東西的 我在那個 據稱我又要去柯市的時候 就是停下 聊了一個十分鐘 因為大家都是吃煙 就是比較年紀大的煙物 總之每一個小時都要停車吃煙 所以就比較多時間 就可以跟導遊聊天 所以每一次停下來的時間 我都會盡量跟他們聊聊這些 他說具體要真的問那些師傅才知道 因為他說每一個不同的傳承 都有他們的法 又或者有他們的規則 或者有他們的秩序 基本上他說 在鋼頭師和鋼頭師之間 基本上一聞到那些微 他就已經知道 這個人是這一派 你不要跟這些人玩 這些人專門做一些犯法 或者傷天害你的事 他說他會這樣去分別 是呀 在之前幾年 他們當地華文報紙 馬來西亞報紙 看過前首相夫人 是鋼頭師來的 你看他的樣子很瘦 整個樣子都被人看到 真的跟黑毛術有關 所以如果這些毛術 都可以做到這個國家的高位 所以這個國家都幾神秘 是呀 但你當是傳說 正常人不相信這件事 但我想如果長期浸淫著 這樣的氣氛裡面 你的信念是有的 我都傾向相信他們 他們會做到一些 他們認為有的事情 效果就視乎你 在什麼環境下 在各個國家的環境 可能真的有效 沒錯 但如果你去到其他地方 我相信 譬如你來到香港 我想就未必可以行駛到 又或者你去西方世界 因為別人不相信這一套 又不知道是吧 還有另外一件事 他們森林多 是啊 即是他們的市郊 是比較多個城市 沒錯 我當時跟導遊聊天的話題 都是這樣一個大一個 我們就說開 我們怎樣去哪個景點 去馬六甲會不會很遠 這樣問 他就說馬來西亞 在南部也好 北部也好 有很大片未被開發的森林 所以他就說 在森林裡面 會有很多不同的物種 而這些物種 有可能是全世界的人都未見過 他再提一提我 我在網上查過原來馬來西亞 曾經發現過有野人 即是這類野人 可能跟Bitfoot 或者Yati 有些不同 但是我相信 他這一款 應該就是神龍甲果隻 那是怎樣的 他就說這一款野人 他們的身高大概是2.4至2.7米 哇 身高 因為他們 高過張家朗 高很多 2.47米 大哥 他就說歷史的考察是這樣的 在馬來西亞 有一個地方 南部 叫尤佛 近新加坡 對 近新加坡 下面是新加坡 尤佛和彭亨 有一個交界 有一個很大的羽林 是未被開發的 他們當地人 有一種生物 叫馬雅斯 大家可以看圖 可以看圖 大概就大家知道了 這個馬雅斯 就是我們俗稱的野人 或者你可以說亞洲版的大腳八 都可以的 大腳怪 為什麼他說大腳怪呢 因為在2005年的時候 11月 有三名工人 就在尤佛和彭亨交界的國立公園 正在打掃祠堂 打掃祠堂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三隻人 跳到祠堂上 他很明顯是 他說是兩個大人家的小孩 不過 這兩個人是全身無層層 黑色和很高 他們嚇得很厲害 就立即躲起來 過了陣之後 等那三隻人自己走了 他才出來看 發現 在他們跳進來的外面 就是跳進來的地方 發現了很多腳印 那些腳印大概是46cm長 好了 46cm 大家心裏都有把尺 46cm應該這樣 那麼長 那是怎樣 原來我們正常的亞洲人 大概是25cm長 某些人可能會長 個別長1、2cm 外國人 鬼佬 可能是27-28cm之間 即是說 他與鬼佬比 都會長了7-8cm 所以這個腳印按道理 不會屬於正常的人類 但那个时间已经有手机了 2005年11月的报道 是当地有一份光明日报 应该可以查一下 但由于刚才我查的时候 我查了三四分钟都查不到 我就放弃了 意思是说当时有手机 如果拍到都会看到样子 不过唯一的解释是怎样呢 可能那几个清潔缸 以当时的水平未必买得起一部 可以拍照的手机 因为2005年 我估计当时应该是Sony Ericsson 和三星可以拍照的手机 但当时都是贵价的手机 未必是每个买得起的 因为我听给你说 如果是本地的马拉人 或是印度来的那些劳工 其实他们说一个月 可能赚在2000港币左右 所以如果说20年前 他们的工资水平是怎样呢 我未必可以肯定 总之当时拍不到 但如果发生在2024年之后 没有手机拍到 我不信的 没错了 还要很清楚 这就是怪的 我不信的 一定很清晰 不过如果那个地方 有这些所谓惹人 我觉得可能性很高 我相信是有惹人的 为何只有我们这种物种 不会有四肢的 其实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有这些传说 加拿大也有 加拿大有某些地方 是Sarsquatch 是他们版本的大怪 以前我有一班国内的朋友 很喜欢投机所好 带我去三星堆 万里长城 秦始皇陵 经常说我们下一次要去神龙架 要看看有没有野人 但他们又说这个危险 我们要做促准备 如果被人捉了的时候 男的姓奴 女的又不知被人什么 我们要很小心 大家都很兴奋 因为我们都觉得 那个地方一定会有 这个就是刚才的飞头缸 或者他们叫庞南嘉南 带出来的当地 比较流传的神秘生物故事 所以这件事 马来西亚多不多鬼? 马来西亚其实他们是很相信鬼的 亦都会拜鬼的 当然不是全部教都拜鬼的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 由于是跟那个自然很接近 所以他们会对那个自然的东西 是很尊敬大自然的所有的东西 总之又是森林又拜 河又拜 石头又拜 这跟日本人是相似的 不过可能拜得来 就可能没有那么有规模 没有那么漂亮 没有那么多建筑物 但他们是拜很多东西的 另外一样就是 因为我这样跟他们讲 其实我心里面 我都有一点想考一下他 我就用日文 用日文在Google 找了一些 譬如马来西亚的传统鬼怪 去考一下他 而且有些鬼怪 可能讲中文讲得不通 如果知道怪物的拼音 便容易大家知道 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怪物 叫做Toyoru Toyoru我知道 如果香港人说 这些叫僵尸仔 或者泰国类似 活化版的古曼彤 古曼彤就是养鬼仔 是的 他说这个不跟泰国的古曼彤 首先他将马来西亚的死亡文化 告诉我 他说在很多自然地区 都拼入一些树洞里面 或者山洞里面 是这样处理树 是站在那里的 但不是像我们那样用棺材装的 他们没有用棺材的 不知道是否棺材很贵 还是他们没有这个集组 总之他说 通常都会找到一些树有洞 就将那条尸体拼入去 尤其是小朋友的尸体 他说有一班巫师 就专门去那里找这些小朋友的尸体 他经过制练之后 这些小朋友的尸体 他又下咒语 又不知下什么 就是那些药 就会令到这一个尸体 能移动 他说你只要想起姜丝先生的桥段 你就可以想起他如何 跳下跳下 他说跟姜丝没有什么分别 只不过他跳下跳下 就不是经常会在你面前 跳下跳下吸血 最主要是他修养他那个人 如何利用跳下跳下的Toyoru 去帮他达成他要做的目的 例如什么 例如去偷钱 最主要是去偷钱的 偷钱不用找他 因为两个生人都可以偷到 一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传说 听估 我又不好意思博估 我听他这样说 去偷东西 以前偷了别人的黄金 什么宝石那些 所以很快大家要想一些对应的方法 如何去破解Toyoru这个僵尸仔的一个方法 因为人们看到这些都会害怕的 是吧 一块白色的 或是把头发出来 是有照片看的 大家在不同的 很噁心的 很噁心的 你看到你都会觉得 哇 薑丝是什么这么噁心的 其实是不会开胃 大家都可以看一张照片 我找到好几个日本和马来西亚的网阵 就有这些照片出来 他就说 他的供养方法是很简单的 平时就将这些东西放在自己的壇里 那壇里最好是有奶 奶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全部都是那些小朋友 或者BB那些的尸体 他们还是渴望想喝妈妈的奶 所以如果你想他的法力强一点 自己拿人奶给他喝 或者你自己亲人的人奶给他喝 他就会听你的话 另外给他一些糖果 给他一些甜品 例如啫喱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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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觉得有很多食物 他就会听你的指示 他就说 如果有一些 修法修得很厉害的那些巫师 是可以训练到这个东西 可以去杀人的 但是他说这个不多 通常是去偷人的钱 或者是去调换一些东西 由于有一段时期 常常出现这些 所谓的僵尸 所以 也有些人研究了一些方法 去破解他们 原来这种僵尸 他们很怕看到自己的样子 所以如果你在那些钱 或者财物的上面 没错 刚才说得很对 装一块镜 他自己看到自己的样子 他就立刻走 因为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样子 变成这样 第二个就是 在那些钱 或者黄金 那些手饰下面 就放了一些很长的铁针 等他拿的时候 一刺到他 他就觉得很痛 他就会立刻走 某程度上 都是他保留小朋友的个性 就是比较天真些 比较怕事些 因为他不是那些成人的鬼 所以就没有那么恶 所以传说就是说 用这两款东西 就可以去客走 或者去杜绝 这些僵尸来自己的家 去捣乱 或者去偷窃 但那个条件 都是他有很大的森林 里面有组装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一定是农村 或者是城市以外的做法 台长你说到城市 当然我们去旅行的 其中一个站 就是去看看比利哥的房子 有些听众在那里买了房子 疫情那么长时间 没回去 没回去 收楼了 都替那些听众开心 我们去看了 看一看你就知道 很快我就看完 我又见到一个导游 他又说 你是不是想听东西 我说 这些地方都有东西听的吗 你别这么大声说 他说什么 在比利哥 住的附近 在2008年的时候 1月27日 又是光明日报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资料 是真的有这样的报道 就是说什么呢 很多女生宿舍 有报案 说自己受到性侵 疑犯是怎样的 我看不到疑犯的样子 疑犯是全身黑色的 全身好像塗了油 但是捉不到人 又一宗在马来西亚另一个地方 捉到人 那个很明显是人 捉到之后他就说他自己是什么呢 游鬼仔 这个译字就叫做游鬼仔 就是一种 传说里面 是专门要强奸柱女 从而去修炼黑魔法的巫师 他们只要强奸够44个柱女 他们就可以练成刀枪不入 所以有人去模仿他 以为这样可以过骨 按道友他们跟我介绍 真正的游鬼仔是怎样呢 练用这种法的人 他是可以穿过任何实质的墙壁和窗 是可以穿墙过壁的 是没有人捉到他的 他就说 在大概几十年前 阿比利哥住的那一区附近 等于我们香港现在 山腰那种地方 都是比较富裕的人住 很多富裕的人家的女 就被人侵犯了 开始就不太敢说出来 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 还要维护自己女的声誉 譬如你被人搞过 可能不太多人愿意娶自己的女 但由于太过严重 所以就想成立一队专案小队 去捉这些人 当然都惊动到当地的警察 但是很有趣的 我们的那个导游 他说的职业的人 用颜色来说的 我都觉得他也有 都挺紧急事事的 什么熊黄蓝白虾 是的 这样说的 我都觉得这个人 很厉害 那这样跟他说 为什么这里 这么富裕的区 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警察办事处 还有一个宿舍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以前这里 发生过很多游轨仔 称心一些富家女的个案 所以警察搬了很多人在这里住 有什么事发生的时候 因为跟有钱人交代 譬如拿督那些知识区 要交代 可能拿督未必住这里 但都是一些有些权力 或者有些钱的人 所以就有一个这样的机构在这里 他说他们要提炼一种油 那种油 要整天保持新鲜 才可以用得到 你要行事的时候 就塗完整身 整身也是 连脚板都要塗完的 当你塗完之后 你就可以穿过那些墙 穿过那些墙 是没有那么容易被人看到你的 就算走出街也好 我想应该都不会日头的 假扮游轨仔被人捉到 那是早上去犯案的 那他自己笨 如果晚上查到整身黑色 确实又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捉到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个案 都挺特别的 我在网上查一查 原来李修言 在1970多年拍第一出 第一出戏 就是用这个题材来说 先查一下 继续讲下去 我又觉得这些都不是吹出来的 李修言是拍过七几年 拍过港产片 那个题材是关于南洋的模术 出戏里面 就有提过游轨仔 我觉得这个题材 可能我比较少接触南洋的东西 我又听过这几个故事 我又觉得都挺特别的 游轨仔 游轨仔 是的 讲讲1976年 你想想1976年 我也不计八环子 我还未出生 編剧 蔡兰 蔡兰 蔡兰是马来西亚人 那是什么 这个真的很合理 这个真的很合理 蔡兰 他讲回他自己的乡下的东西 游降头 这个是 我想在马来西亚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 根负上色 如果说游轨仔 或者游降头 应该很多人知道 是的 所以我今次去了马来西亚 接触到很多我从来没有接触的东西 我就觉得是很新鲜 那你有没有兴趣去学一下这些白武术 其实你说如果是白武术 总之以有的理解 就是不是海人 如果你问我有得学 我也想学 譬如我最近 我的心不知为什么突然兴起 但当然问个人就不容易 我想学士伦金刚 学完士伦金刚 我是想怎样 好像那个Dr. Stinch 可以自己控制那些时间 可以回到将来 过去 如果这样就厉害了 可以改死很多历史 当然 问了认识的人 那些人都傻了 如果是这样 这个世界大乱 不是人都学得的 是要有个上司跟你有缘 就是过大餐 先拌一顶 你要有个喇嘛 有回到那一刻 他叫什么Poa 不是Poa 是另外一件事 不是 我经常进不了脑 他说 你现在进不了脑 你不要记住 不过我都明白的 你对这些好奇 是很合理 很正常 可能你前世和这些有缘分 不过缘分到的时候 就自然会有上司出现 他这样跟我说 是 这次的马来西亚收获 都不少的 是 可能大家如果真的要去找这些东西 就要专程一点 可能要牺牲了看楼的时间 美食的时间 就专门去研究这些东西 是啊 但是如果我经过这次 其实如果整个旅行团 可以吃东西和专门去看这些东西 我都觉得OK 至少我个人来说 我绝对不会觉得悶 而且团费一定不会很贵 但是我们的角度就不是说 你真的要懂得黑毛术和黑毛术 是 从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会有好结果 我会这样想 如果假设天是被你接触到黑毛术 也还被你练得到 那你的命就要注意到 你就要跟黑巫师对抗 你问我 我就觉得好像Harry Potter那样 你怎么会去学魔法呢 你学魔法一定是有原因的 是 可能你要对着一群很邪恶的人 你就跟他们说 嘖嘖嘖嘖嘖嘖 那我就觉得 都不是个个定得顺的 但是这个可以用一个民族学的角度 是 族就是那个丰族的族 是 在每一个地方 它有它本身的文化上面 有些什么特殊的习族 是 没错 那我们也有的 没错 比如说我们有神打 是 我们有彪童 我们还有扶基 总结了马来西亚之行 第一件事便宜 是 移去 多夜玩 它没有时差 四个小时多 没有时差 因为纯粹说小时 去日本也是四个小时 但它比我们一小时 即是你虚了 我觉得在计算上有些什么 是 譬如看到标 三点 三点即四点 但去到马来西亚就不需要有这个烦恼 去到泰国又赚一个小时 是 我觉得很近 泰国在上面 是 如果按摩记座 时间又不同 所以我觉得 马来西亚有些东西都挺好的 是 所以阿啤你便在那边 介绍大家有这么多这些 这么宽敞的房屋 是 但anyway 如果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就要专注了 去看一些神秘学有关的 但今天我们没有说飞碟 是 我们要研究一下马来西亚 我问过 其实如果报章的报导 是这十年里面都有试过两三次 大家都会关心 和新闻都敢报导出来 所以我觉得都不是封闭得很厉害 在某程度上来说 好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回到日本神秘学 下一集我们讲什么呢 是讲死后世界 因为之前我们提过 有位日本的灵魂出竅大师 他出了一本新书 我之前上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就买了他一本新书 发现有很多新料 会在下星期的节目里 和大家分享 下次再见 多谢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又到广告时段 如果想听广告时段的朋友 就请你继续听下去 终于去了 我应该要去的地方 回到公主的岗位 在我外出的那个时间 听回同事说 是真的少了一部分的朋友 庆幸我回来的时候 大家都陆陆陆陆地回来支持我 这里都很感谢大家 但是有一件事都想说 我周不时都需要出去做事 所以如果大家其实 有些失败文 或者食物吃开是好吃的 都未必一定要等我在这里 才上来光顺的 大家可以随时上来光顺都可以的 在上个星期 有几位客人 有几位客人 说了一些 他们服饰后的一些体验 令到我都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 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不是每一个听众都 方便录音和大家分享 上个星期五 有一位太太 他就上来和我分享了 这个酵素的一个体验感 他又如何呢 他又很好记性 他记得7月24日 第一次上来帮我们买 买这个幸福酵素 为什么他要买呢 他说他的先生 打完三支科兴之后 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症状 就是每逢吃饭的时候 就会不停下鼻涕 吃一顿饭 是整桌都是厕纸的 所以无论流鼻水的当事人 或者帮他收拾那位听众 都觉得是一个大的问题 希望尽快可以解决 但是他们在这几个月里 里面看了很多中医西医 又尝试针 又尝试偏方 都没有一个医生 说得出他是什么问题 最麻烦的就是 不可以对阵下药 所以他在无办法的情况下 刚好他就看了我们的节目 刚好他就知道我们有一款东西 是可以将我们 线得体里面有的毒 可以排出来 他就尽管试一下 叫做什么都试一下 百多元 又不是贵万一不行 都是百多元而已 他先生就由7月24日开始吃 他就说大概是两个星期 吃饭流鼻水的症状 就越来越少了 而且他先生一向都有痛风 每两个星期就要吃一次 止痛药 不然就很痛 很辛苦 两个星期之后 就连尿症过高的痛风 也没有了 他就觉得 咦 是不是真的 阿罗里斯说的有效 不如再试一段时间 结果他试到 去到8月中 确实了 是没有了以前流鼻水的情况 也没有痛风带来的症状 所以他就觉得 很大机会就是 吃了我们这一款的时候 就有了这样的效果 所以他就特意上来 多谢我 而且就买了几包回去 给他家人吃 这个案子 我之前从来都没听过 我是第一次听的 因为其实 打完这个斗苗之后 是有很多不同的后遗症 可能会很因人而异 每一个人都未必是一样的 但是 我听下去 如果十个人里面 可能有六七个人 都会有些不同的后遗症 可能有些是比较轻的 但是有些严重的 我都不懂得说 好像今天有位听众 上来跟我说 他过了身的先生 自己硬要打完第三针 打完第三针之后 那些血液 不知道为什么 不能够 运行全身 不知道有一次弄了手指 过了一会 手指就没有血 那就要割了手指 所以其实 真的挺恐怖 各位听众就很感谢我 又说我做什么功德 我就跟他说 其实我们买的产品 是有钱赚的 所以你就不需要觉得我做什么功德 只要我吃过好 和性价比又不错 大家可以很容易负担得到的时候 的产品我都会介绍给大家 所以 如果 各位 吃完的时候 你们有些 你们 发现到一些 新的问题 都可以解决得到的时候 都不妨麻烦 大家过来上来 说一声给我听 就可以让 多些不同的听众都知道 那 酵素 再说一次 酵素有什么功效 促进新陈代謝 有助尿酸过高所带来的疼痛 还有可以帮我们的 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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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可以排出 就是这个幸福酵素 一天吃六粒 不需要空肚 空肚或者吃饱饭都可以吃 一天吃六粒 一包就是186粒 可以吃足三十一日 价钱是168元 所以 绝对不是贵价的湿平文 这是值得尝试的 好了 第二款 要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个护鲁宝 今次 又是比较特别的 话说 有一位先生 他上来和我说 你给多一包护鲁宝 给我回去 我觉得 好像真的不同了 我就八卦问一下 可以分享一下 你有什么不同呢 他和我说 我现在连做梦 都记得回 我觉得我记性 真的提高了 这里我听完 我也很开心 而且我还恭喜他 因为很多人 发了梦 就由他过了 就算了 大家都不会记得自己的梦 所以 比较难 养成清明梦的习惯 所以如果你习惯了 记得梦 又记得梦 你不妨写下它 对于你 可以记得梦境 从而知道自己在做梦 又可以控制到梦里面的内容 对你将来是很有用的 所以 这个是一个 很暂身的用途分享 就是效果的分享 因为通常我们 拿回来的 feedback 就是说 不知道心理影响 还是说 真的啦 觉得个人记性 真的好了 集中力 真的提高了 但是没有一些很明确的 事例可以说出来 这位听众给我的 事例 我觉得很特别 所以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好 话说 我去日本的时候 就密释了很多不同的厂商 他们陆陆续续 都将他们的 sample 他们的版 说明书那些 寄过来给我 现在陆陆续续 就拆开它来看 来试 当中有两三款 我觉得是挺 我自己是 都期待 和想吃一段时间 第一款是什么呢 鱼虾油 原来呢 鱼虾油 其实鱼虾油 鱼虾油 有了很久 在大型的 失评文网站 你都会看到 有几十百款 但是 虽然是不知怎么选择 当然 要选择一些 没有受污染 还有 它制造的过程 不要太多添加 原来 这个 鱼虾油 它除了有DHA 和EPA 之外 它还可以防止 老人痴癌症 又可以减少 关节肿痛 还有一点 是我们三高人士的福音 就是 可以减低血脂 因为吃得太多肥腻 煎炸 变成油脂比较高的时候 血就很容易瀝 你瀝得很久 就有机会 塞住血管 所以很严重的 还有呢 很有效地 降低肝脏的功能 肝脏是要排毒的 所以肝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去保护肝脏 可以降胆固醇 所以这个我率先 都试了两个星期 那确实呢 可能我又转一转都失调纹 我平时下午都要睡一睡 但是习惯了吃这款鱼虾油之后 我就觉得整个人 又起床那一下 是很明显的人 好像充足电那样的 所以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之前病了一轮 又不断 鼻豆炎 又咳嗽 又伤风 但是现在确实 都很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鱼虾油 对于我来说的效果是不错的 公司还有少量的样板 可以卖给大家的 9月21日就会回大货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就可以留意下 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还有一款 就是今次的版本 比较多些人去查询 基本上可能他连见都没见过 吃都没吃过 就说要订几瓶回去 这是什么来的呢 我都觉得我自己起这个名字 起得不错的 是什么来的呢 这就是9月21日会回货的 是什么来的呢 是什么来的呢 就这样看下去 一粒豆 青瓜 之类之类 原来这种东西 就是叫做奇迹的西瓜 这个奇迹的西瓜 是在非洲南部的一个国家 的沙漠里面才有的 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据他这个介绍里面 他这个奇迹的西瓜 有什么奇特呢 就是说原来你把西瓜摘出来 砍坏一边 放三年也好 西瓜都不会腐烂的 这么神奇 可能拍得住 木村秋汁的苹果 好 好了 切开了一个这样的 有点像奇异果 日本人就拿了这个西瓜 就试一下去日本内良院的一个农庄 试一下去培植 还有做一些测试 在测试的结果的时候 就发现这一款奇迹的西瓜 它的果汁 它的含有量 是可以帮助人抗氧化的能力 是多十二三倍的 例如假设 平时我们喝香凉汁 香凉汁都已经很好 可以抗氧化抗老人痴呆症 但是它比它十倍 所以它这个瓜可以摘出来 放在一边 这么久也不腐烂 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抗氧化的强力特性 就让它不会这么容易腐烂 它在内良院的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里面 做了很多不同的研究 研究的结果 发现原来这一款奇迹的西瓜 它有很多功效 例如它有一个很高的抗氧化能力 令到我们的细胞不要那么容易氧化 不要那么容易老化 对于我们的保持青春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效果 还有可以提高我们的保湿功效 即是在美容方面是很有效的 据它自己说 可以保持皮肤的弹性 可以加强保湿力 还有没有那么容易複细 另外除了抗氧化和美容效果之外 它也会加强我们的血液循环 而且会令到血液没有那么稠 这可能跟刚才的鱼虾油有相似的地方 而且它也可以有效地将血压有一个下降的趋势 而且身体容易比较尖寒尖冷的朋友 也可以透过这一款奇迹西瓜的湿条纹 令到他们的体温没有那么容易冻 就是一个比较暖的作用 当然恢复皮肤也是它强调的其中一个用途 也写了 大货下单了上星期 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么快要试 因为我不觉得这些又不是很便宜的产品 所以我也要试试 怎料反应我没想到这么厉害 每个客人都订了几瓶几瓶几瓶 所以稍后就订了一百瓶 先说一说 其实它说原来我们人体里有些有害的亚蒙尼亚 有些有害的物质 会常常停留在体内 但如果吃了它之后 它就会令它变成尿素 从而排出体外 所以它这个也是有排毒的效果 这个奇迹的西瓜 9月21日、22日 它也会上货 暂定优惠价 它在日本卖9800日元 我们现在特价卖448元 这是暂定的优惠价 如果日圆不断升到六七算 那价钱应该会有调动 一瓶是可以吃一个月的 所以四百多元可以吃一个月 是不是很便宜 未必是 但可能它的功效 令到大家会有惊喜 我还没试 因为我将所有版本都已经卖了 回来之后 我和我老婆都会一人要一瓶 试一试的效果 好了 现货方面 当然我们有春秋姜黄 今次也是有补货的 上次那批很快就给大家数了 一百六十八元 可以吃足两个月 可能是堪称我们公司里面 最耐用的濕嫖文 好了 濕嫖文介绍了很多 也会介绍一些食物 前几天又和三辣金汁的供应商聊天 我说我手上的货都卖了 看看可不可以最后一转 都多出十多二十箱给我 我不是太够用 谁知道他跟我说 我去年的Forecast给他150箱 所以他给回150箱给我 一箱都不能加 所以他说不要紧 我们的Cider是还有货的 所以假设你加多十多二十箱 是没有问题的 Cider好不好喝呢 你问我 冰冻了它来喝是很好喝的 反而没有100%的货的 还有玻璃瓶 所以冰冻了它来喝 那支味确实是不同的 如果你上来公司买 二十二元一支 如果去网上买要送货的 那些不好意思 因为它很长 要二十六元一支 所以买上来买是最划算的 好 接着 好像快到中秋节 怎么不可以拿一些很好吃的东西 招呼一下亲朋戚友 或者自己家人呢 甲州 好 这个葡提子汁仍然是有货的 100%的提子汁 由于之前帮台长出过一支神秘之夜红酒 和小弟那支 铁甲万能核五十周年版本的那支红酒 从而认识了这间酒厂 这间酒厂呢 名气都很弱的 暢销漫画神之水滴里面 也有某几集的奇数 是有介绍过这间八百合酒厂 所以它在红酒界来说 它算是有名的 另外他们老板很好人 他们会种一些很特别的葡萄籽 在他们的果园里面 专门招呼客人 就会职场给客人吃 客人吃完就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在我没喝过这些提子汁之前 我还没见过提子汁是粉红色的 原来它的提子汁真的是粉红色的 所以拿出来就是粉红色 而且它什么都没有添加 又没有加糖 又没有加化学物质 又没有加防腐剂 所以是很值得为大家推荐的 260元一支 应该还有最后十几支 好 野食那方面也没什么特别 因为其实呢 现在野食可能夏天 大家胃口比较好 都卖得比较快 所以猴黑鱼 茶漬饭 那些都差不多卖完了 砖骨都卖完了 那就要等新货回 但是9月3号 我们会有一串补货 所以很多罐头 很多砖骨 或者是有些调味料 我们都会有陆陆陆陆的补货 那如果零食那方面 就可能要等到9月20多号 才会有新的补货 因为那些果汁 什么芒果干 那些是要9月20多号才有货 最后想大家支持一下小弟的朋友 香港鬼怪百物语 有作者的亲笔签名 我们现在还有七八十本 这里买 你又可以存分 又可以有读者的亲笔签名 所以绝对是好过在书局那里买的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因为我都和他们拿了一百本 所以我都尽快想清一些 就可以刺一些位置出来 就可以卖其他产品 对了 那最后 产品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至少都说了接近20分钟 预告一下 始终我不想阻碍台长太多时间 下一个星期 下一个星期 体外脱离UFO 又是这位 日本的出体达人 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呢 版本正道 版本正道 他在七八月的时候出了一本新书 让我看到 立刻把他买了 这次有很多新的题目 之前他还没说过 坊间里面也比较少接触得到的 所以我下一个星期 以这本书里面提及的一个焦点 即死后世界 究竟Focus 三十以上的地方 是什么地方呢 会看到什么类型的物种 一些什么的智慧生命体 如果我们在转世的时候 要转到另外一个星球 或者另外一个宇宙的时候 会经历过什么 或者一些所谓的外星人 他们死了的时候 要投胎来地球 他们的手足 或者行程是怎样的呢 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的 还有很多就是他讲解平衡时空的时候 他有一套理论 我都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 因为他们会出体去拯救 之前所谓之前 或者之后几世的一些自己 所以可以说明到 在那个世界是没有时间的限制 还有 所有事情是一起去发生的 因为如果前世后世不是一起发生的时候 他就不可能会救到那个自己 可能说出来有点复杂 但是大家 下星期听这个节目的时候 就会听到一点 最后 今个星期六 我会和Gary和余总他们 会搞一个派对 但是已经设置了报名了 但是我尽量会拍更多些相片 和大家说明那晚你玩了些什么 就是今个星期六 今天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